我跟妳講 剛剛在練 練電子群 好硬喔 活到四十幾歲要學電子群 左右手是很硬的一件事你知道嗎 怎麼會想到要練keyboard要開樂團沒有啊我本來小時候就一直很想學啊 最近還玩地平線嗎 說我這個key c 我買那組方向盤回來 結果沒有辦法連動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還有花那組花了三萬塊 有組好的賽車椅加踏板排檔方向盤 卻沒有辦法開直播玩給大家看 世界上最悲情的是莫過於此 買車太高過自己可以月付款能力想降低月付款該怎麼做 很難耶 你那個你沒有買一年你都很難處理啊 你當然你是買一年之後你再去跟銀行協調啊 可是基本上你如果付超過一年 也是這樣下去啊 我跟你講你沒買一年你現在賣掉 你再貸雖然月付款降低可是一買一賣之間你了這多錢 所以根本也不划算 所以也不建議換車這個我之前有講過一次 你看喔你現在買了一台車 你要把它換車的時候你這台車賣掉你已經折價 你賣掉折價然後那個銀行又有違約金 你去負擔這個折價再負擔這個違約金然後你再買一台便宜的又被人家賺一手 對不對然後你再辦一次貸款貸款銀行又幫你賺一手 你這樣一來一輪被賺了四手 怎麼可能划算怎麼算都不可能划算 人家多打一份工把它撐完 不如這樣 要不然就是吃喝拉撒稅省一點 夢露很多工把你 轉貸真貸三小貸 那真的 我跟你講你只要一啟動下去就是大家都要賺你的錢很簡單 你覺得說你現在這樣子 還很有壓力 然後你就想說我要來找一個便宜的我要來抄帶什麼 然後一買一賣之間這個也賺你那個又賺你 你覺得你降低了可是 中間不知道被賺掉多少錢 真的就是這個樣子 X5的二手車評價跟建議 X5那個車我覺得你要開一下 它那個屬於比較 我覺得開起來是屬於比較 有重量感的一台車子 然後我覺得 在市區沒有那麼的 靈活 但是在高速啊 或者是在你轉速上來之後 我覺得是很好開的一台車底盤也是很棒 所以我不知道 我對 BMW的 X3 X1 X5 他的外型 我本來就外貿協會的 他那個外型我覺得做起來 有點石板 然後再加上說 身為一台BMW的休旅車 然後 我想要開BMW就是想要他的那種 底盤跟操控感 可是 基本上其實你只要是休旅車你就 很難 談得上操控感 所以 我想要買BMW我就想要操控感 可是我又去買一台BMW的休旅車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加上外型 因為他的那個 感覺改變不大 你知道嗎 從以前 所以對我來講 沒有那麼有吸引力 那是對我 那是對我 最近 常看到連二手車商都出現 以租代購 是否是陷阱 這我不曉得 以租代購 以前很久以前就有了 其實跟我買車的客人也有 一點點這樣的傾向 你知道嗎 我很常遇到客人 車子開 可能比如說開個半年 甚至三個月 他就又來升級換車 我跟大家分享 今天有一個客人 跟我買的一台Camery 就那種零幾年 十幾萬的Camery 開了三四個月來跟我換凱燕 其實我藏一台凱燕還沒有上架 因為老客人 電話問我們才跟他說 那白色之前也是這種情形 就是客人先跟我買了凱燕 白色那台凱燕 有沒有拍影片那一台 然後他就開開開開了 我也忘記開了多久了 不知道有沒有一年 搞不好也沒有 然後看到我有Panamera有沒有 也有拍影片 然後就跑來說凱燕換Panamera 那基本上 我為什麼剛剛講到以租代購 我會講到這個 小四個 我跟你買比如說50萬 我現在開了半年 我回來要跟你換車 請問要怎麼算 很簡單 以租代購 我們就算 不然這樣好了 你要跟我換Panamera 那凱燕那台 你開 假設開半年 那這半年算租你的 看怎麼算 用租的算最划算了吧 我們就算 我租你車租了半年 你現在終於看到你心儀的車 你來換 今天那個Camery也是啊 他跟我買10幾萬的Camery 開了三個月 然後又來跟我換凱燕 他說Camery怎麼收 算折價大家都很痛苦 就算租的嘛 我小四租你三個月 你看你覺得多少算划算 一天100 200 300 500 你外面租應該也沒有租到幾百的 租車吧 總共是賣不掉的車降價賣 還是賣不掉怎麼處理 就繼續降啊一直降啊 降到一個 降到一個程度一定會有人買 你不用怕賣不出去的東西 你賣得夠便宜都不用怕賣不出去 以前我印象很深刻 不知道在新莊海哪裡有水餃一顆一塊的 有人說 一塊一塊你敢吃 我還說行李才好 我覺得在台灣沒有賣不出去的東西 只要你便宜就好了 在沒有國產喜美時代有什麼可以選的 平價操控有趣的車 喜美從我小時候我就記得 我的 爸爸媽媽他們那個時代 我爸就是當初開二代啦 可是那時候還沒有什麼 喜美還不是什麼操控什麼小 那時候那個二代喜美塞車的時候冷氣還會不冷 爬上會爬不上去 所以那個時候沒有所謂的那個操控 那個泡沫經濟時代才開始的 所以之後那個經濟起飛有沒有 才開始有所謂操控 那時候已經三代喜美 開始就有那個雏形出來了 三文仔那種的有沒有 九彎十八拐 那時候宜蘭還要開九彎十八拐的時候 去呸那個下車一定是吐的 我覺得那時候開始才有 那時候就有喜美了 所以基本上 平價操控有趣的車就是喜美開始的時代就有了 小四會接鑽安裝接地線 超級電腦不會建議接地線可以 但是那是 你是老車再改就好了 新車現在都不需要 我覺得啦 蘇巴路這種水瓶對我引擎通常開幾年會行駛到多少公里會有漏油的現象 十 看那不太一定 我有看過更少的漏油 說實在的 我有看過五萬就漏油 一台Legacy 四門的 五萬就漏油 所以我不曉得我該怎麼去回答你 但我覺得至少應該是在 八萬公里才是正確 因為五萬公里我只有遇過一台而已 因為替達換檔有明顯的拉扯跟 鈍錯感 原廠檢查都說正常 請問CVT問題也很怕遇到災行 這個東西我跟你講 這個全問這個我很常遇到 我之前也抱怨過這件事情 不是只有替達的車 不要講CVT啦 只要是變入箱啦 我再次強調我們賣二手車出去 我不管我賣的一年五年八年的二手車 今天就常會有一件事情發生 什麼拉扯感什麼什麼 好 客人回來說小師我跟你買一台TID 怎麼會CVT有拉扯感什麼 好沒關係OK 我去原廠檢查 原廠 夠有說服力的吧 我總不可能跟原廠 套好招吧 今天外面的其他車廠有可能說 好好那你到我們這個 我幫你介紹一個民間廠 你去檢查 很負責任對不對 你跟他回報說車 變不像有問題 好你去檢查 然後後面 頭的頭的我告訴你 等一下我一個客人 塞一台TID 說什麼 民生怎麼樣 知道怎麼處理 知道怎麼處理 到了那個修理廠 老闆跟你去試車 你就跟他講 你看你看就這樣拉扯感 正常的這CPT都這樣 對不對是不是可以套招 但是今天原廠 總不能套招了吧 對不對好 客人回來說什麼有拉扯感好去原廠 原廠插電腦 原廠的技師 也跟我們去試 試到最後 原廠說正常的 好原廠正常那你又覺得原廠在糊弄你 我們沒有辦法 你的意思是 今天這個東西是正常或是不正常不是小失說嘛 小失說有可能推脫因為你東西跟我買我有可能不想負責任 所以我跟你講正常 但是我今天都已經跟你去原廠 原廠也說正常 電腦差也沒有故障嘛 那我們只能視為他是正常的 那你一直跟我爐說 我一直覺得有拉扯感 我一直覺得有拉扯感 我怎麼辦 我該怎麼辦 所以我之前也遇過這樣的狀況 我甚至不管外廠 不管原廠 我換了三間廠商 加原廠 加外面的兩間廠商 加我們自己開 那其實我們都覺得還蠻我們都覺得就是沒有問題 但是客人就一直覺得說在某一個時候某一個狀況 會有某一個聲音 所以有時候很無力你知道嗎 今天就是 電腦插下去一翻兩瞪眼 跳故障 變速箱 什麼滑叉有的 電磁法 我們就照著做 沒話沒有第二句話講 可是今天如果 沒有狀況你一直跟我說有那個聲音 我們又不能跟客人講 你太孤猛 我們也不可能這樣跟客人講 有時候遇到這種狀況 很兩難 弄得好像這個車是我做出來的 然後我沒做好給你 所以就很尷尬 有時候我們常遇到這些很尷尬的事情 所以我還是跟大家 分享 就是說一切這些東西 我們只能以一個公正的單位 或者是這個電腦下去 如果真的 他沒有任何的故障 我們也只能試他是沒有故障 不是說有跳故障嗎 我故意把它消掉 或者是 我裝作沒看到 假叉 其實沒叉說有叉 不可能啊 所以這個就跟現在我跟你講有很多汽車里程的問題 我今天去看一台自售的車 我一直去查 我也去監理站網路查 我也去那個什麼App查 甚至我付費的監理站我也都去付費了 查 就是查不到他里程有 任何的手腳 可是我就覺得那個車看起來不像跑4萬 那不好意思 這個是講求證據的一個時代 我不是說 他一定是準的 但是你查不到 你就不能說他不準 椅子很皺 你看椅子皺怎麼可能開4萬椅子那麼皺 我比較胖啊 我就喜歡在椅子上面摩擦 我邊開車他媽的 我邊跳舞啊 跟阿呆一樣 練RAP 1000塊 給人一下 2000塊 我不要 有沒有可能我椅子就這樣 方向盤怎麼可能那麼光滑 我超愛我方向盤 我每天每次坐在車上我他媽的 一直在搜我的方向盤 すごい 所以他現在變那麼光滑 你沒有證據你就不能 說人家調表就那麼簡單 你查不到 查不到 你如果真的覺得很怪 那你就不要買 就這麼簡單 一代馬利歐的2.3評價 要買武術的 評價還不錯 因為我對於馬自達很早以前 我其實就 雖然他最早最早是跟福特是 共用產線 或是甚至共用底盤引擎 可是我覺得他從很早以前整個 有一些車的設計感 其實慢慢的就是有跳脫福特的那種 我覺得比福特的好看 像我就喜歡 Capella大過於天王星 那時候我記得有一個叫Capella 你們可以去查 626那時候就323 626 我覺得626 Capella我就覺得 那個行整個做起來 我就覺得 內外我就覺得是我 比較合我意的 所以我有開過Capella那種車 CL250之前不是說質感很差 他質感很差不代表不能買 奇怪 質感很差就是不能買嗎 所以有時候我們拍影片 奇怪看的人解讀都很 全方面 很多人看 仙草好了啦 講仙草好了啦 很多人看完仙草 買到要死 尤其仙草車主 把我第10人這樣 從頭到尾我有說仙草不能買嗎 沒有啊 他可以買啊為什麼不能買 你現在線上有人要賣我仙草我在收 新仙草我收啊 有人要賣我CHR我收啊 不是他有缺點他就不能買嗎 你今天不是人都有缺點 今天我老婆有缺點我就跟他離婚嗎 不是吧 那看他的缺點是不是你能接受你能包容的嗎 不是說我覺得質感 小獅子你說質感很差 現在又說可以買 不對吧 這解讀覺得有點奇怪啦 我是這樣覺得啦 那個Stone說 想在小獅哥這邊買車的時候 上目前開車小獅子不太收的車 里程偏高有辦法在小獅子這邊賣車 把目前測出一下可以 這個我們之前做了很多了 就是我們幫你去 尋價 說誰 哪一些同行有收 你這種車 你這種條件的車 那他多少錢願意收 那我們就直接給你回報 可以我們就是帶你處理 就大概就是這樣 認為貸款大概有多少存款在戶頭 貨金率比較高 他不是在看你有多少存款 他在看你有沒有每個月固定進來 或是每個月出去多少 那你如果說要大概多少存款 最穩的就是超過你現在買這台車的車架 你懂我意思嗎 可是其實他不是要看你剩多少錢 因為有的人是 買之前 我跟你講 銀行不是白痴 你買之前朋友 累一下 先會100萬到戶頭 然後戶頭裡面放100萬然後去辦貸款 銀行就給你錢不可能 他沒那麼笨 他是在看你每個月的這個 進出是不是固定的 他在看你穩不穩 我今天要做一下這個還是要做一下 看一下 阿刷Dash 好不好 這個出現在我們很多影片裡面的行車記錄器 有機會可以上廣場看一下 這個Byloon 他是在做那個 可調式雅鈴 等於一組可以當很多組用那一種 我覺得這個很感動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之前有這個 收過一台賓士的客人 然後就聊一聊他說 我說你在做什麼 我開脫掉車的 脫掉車 好 買賣交易我們就收到他的車 什麼聊聊很開心然後再見 去年的那個過年前有沒有 我們裡面的那個員工就到中和去 可能停在他就停在紅線 然後就去7000還是什麼 出來車被拖走 就跑去脫掉廠 賣我們車的客人拖的 這真的很好笑 我聽到的時候我快笑死 你知道嗎 我們員工業務的車 然後被 賣我們車的客人拖走 你知道嗎 所以我說 以後他們那個車後面應該要貼小吃汽車 看他小吃看會不會 這個放他一碼 台北新北這麼大 被我們的客人 賣我們車的客人 然後拖走我們的車 這個機率到底有多小 我真的會笑死 就是要打下去 跟他拖走的 可是人家也不知道是我們的車 好不好 其實我們有做小吃汽車的那種 鐵的名牌 就是跟你在外面看到什麼中華賓士啊 或者是什麼 福利汽車 有沒有什麼一樣的 因為正常他們在賣 不管中華賓是什麼 他們交車一定都貼 可是我又不好意思說 會不會人家覺得 後面貼個小吃汽車的牌子很丟臉 我其實 牌子做好很久很久 我做了蠻多的 跟那個黑人的鐵牌同時做的 可是我都不好意思給客人貼上去 所以一直到現在都沒有貼 因為我覺得貼上去第一個就是 大家在路上 小吃汽車買的 第一個一個話題 第二個當然我講比較私心一點 也是在幫我們打生意 你們車在外面開 第三個如果有到我們修理場或什麼 至少看到那個牌子不會給你 亂開玩笑 我是這樣想啦 但是還是擔心說我們名字又不是 很聽的 人家台灣賓士 聽起來高大上 小吃汽車 你都看得不準的頻道 所以我們都不好意思給客人貼 所以我那一大堆都放在張庫裡面 我那人很玻璃心 我也很玻璃心 我怕一貼 貼了以後 然後被人家撕掉 我會覺得 我覺得我是你的朋友 Rand 可是 你覺得很丟臉 我就覺得 算了 就跟情人節的時候 你到這個學校的垃圾桶 去翻你會翻到很多 卡片 對啊所以我就不好意思貼啦 不然我下次再想看看 問看看買車的人 又不願意貼 對啊 給一張自由去貼也不好啊 浪費錢 那個很貴的 那個是 全金屬的 那個 我會去100幾塊 很貴的 大家都要送 要花這麼多錢 不是啦 那個我那個東西是說 我覺得 我們的車 後面貼上我們的名字 我覺得我們對我們的車有自信 萬一我那個車不要如果是貼在爛車 開在路上一直罵冒白煙 一直噴煙 然後後面貼一個那個人家想說 汽車賣的都這種 你知道意思嗎 當然是對我們自己出品的車 貼上去有信心 我們這個衣服現在在生產 然後我們因為size不好抓 所以我們就大概抓了幾百件 幾百套 那到時候 這個上架會跟大家講 那賣完 就 應該就不會再做了 好不好因為 這兩天有一個 我上次有一個 粉絲蠻屌的喔 他訊息給我 他知道我1978年9月28號生的 然後他用我的 出生年月日去推推推 然後去對命盤 直微斗數 對對對 他說小事我覺得你應該是在 某一個時程生的 不是有分12時程嗎 直瞅銀卯三小有的 那個有沒有 他竟然這樣子往回虧 竟然虧中了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給我很多的建議 他覺得我賣這種東西 小小小小小小碗可以就是粉絲同樂可以 不要想靠這個賺錢 我可憐 我真的 我到底是我要靠什麼賺錢 我是要靠 搖屁股還是要靠什麼賺錢 我都搞不清楚 我真的很可憐 我只能賣日子錢就對了 我都不能這個唱歌賣意 還是說這個 賣賣這個 聯名商品都不行 我就只能賣二手車那麼可憐 店裡弄個小句 我也很想啊 真的我是真的很想要賣周邊 這個分享一下 來來來來 我溝通一下 我今天我賣這些周邊 這不是我的本業 這第一個 我是靠二手車在賺錢的嘛 那為什麼我會想要 一個小店賣周邊的東西是 第一個我覺得 我自己本身 我真的很喜歡我們的LOGO 那我覺得說 這個是另外一種的成就感 他的成就感在於說 當你看到 你自己設計的 就很像很多漫畫家一樣 插畫家一樣 我相信他們也一樣 他們自己畫出來的東西 被做成商品周邊 然後有人願意去買 是不是 也是一種肯定跟 成就感的來源 就跟我們整理一台二手車 然後有人覺得 小絲 我覺得你們整理得很棒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買 那我覺得那種成就感就是一樣 這是在工作當中 迎來的成就感 再來一個是我自己很喜歡 你們看我常常在講 我很喜歡去買一些 不要說潮流時尚的東西 我很喜歡 買三買不買鞋子 對不對 你們自己也看 我是不是常常穿運動套裝 比如說 那 我看到我自己的商標 我自己的 想法 我的東西 然後成了一個商品 如果出來又有人願意買 那我會不會很開心 你說看到我買這個 要變 UNICRO 要變拉拉 怎麼可能 不可能 真的 我覺得是不可能 我覺得是沒有 我不是陳冠希 還記得我嗎 記得我的電影 我的唱片 不是嗎 沒有 我們不是啊 我覺得 叫我賣周邊商品 水壺杯子 什麼都好 你看我杯子 上次杯子 賣100格還幾格 一次 不知道幾分鐘就被掃光了 我為什麼不再做 所以我真的是覺得說 這個東西真的是賣一個成就感跟一個說 我也常常遇到很多粉絲 傳照片給我說 我去買 鹽酥雞 炸鹽酥雞的老闆穿紅甘梯 然後更好笑的是 去買鹽酥雞那個人戴黑人口罩 然後他們就相認了 很多人傳給我 去排隊買什麼 排我前面兩個 穿紅甘梯 他們因為這樣聊了幾句 你知道嗎所以為什麼剛 回到我們剛剛講我為什麼想要在車上貼那個鐵牌 至少我覺得那是一個 可以引起話題的東西 對不對讓大家不要覺得世界上都那麼陌生那麼冷淡 對不對 你在小吃那邊買的 不錯 怎麼樣聊就聊起來 剛剛講完還有 第二個 這個最感動 我認真講我那天看到有個客人來我們店裡他買一台FIT 那他那個車不是他自己要用他買給公司用的 然後他就看到我就跟我說小吃我跟你講 我真的很謝謝你 我說謝謝什麼 他說我老婆看了你們 那個馬薩拉蒂的影片之後 他生日那一天 他老婆 拿了訂單 給他老公看 他說 這是你的生日禮物 我幫你訂那台特斯拉 下禮拜交車 他就說 這個 他有小朋友 他努力工作了這麼久 對不對 也從來沒有想過要對自己好一點 或是怎麼樣 他說他老婆真的 看了那個 馬薩拉蒂的影片之後 他老婆決定 沒有跟他講 就生日那天才跟他講 我真的在這邊再 再一次的這個 恭喜他圓夢了 好不好 恭喜他們圓夢 我不知道一個影片竟然 真的有人會看的那個影片 去學著做 沒有前誰付是另外一回事了啦 可是真的有去做這件事情 我真的覺得 聽到這個故事 我覺得還蠻感動 可是其實另外背後有一個更感動的事 但我現在不能講 然後 跟大家分享今天是這個自售的部分 我有上一些論壇去看 有蠻多人在問一個問題 我今天在這邊做一下 簡單的解釋 好不好 說明一下 有人就說啦 他說 他去這個找這個自售車 看車 對方跟他講說這個 車子本身行照上面看是太太的名字 然後這個 先生說我處理就好了 我有他的證件什麼 車級資料可以過戶 要買的人覺得很奇怪 就說那你可不可以 至少說 你打個電話 跟老婆講一下 那我放心 確定說這個 老婆知道 你要處理他名下的這車子 先生說這車子我用的 怎麼樣怎麼樣 沒關係你就打個電話 我比較放心 打到現在打不通 電話不通都沒接 怎麼可能你沒用 怎樣怎樣 就找不到老婆 他就去問了說這個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我跟大家分享說其實這個 你要幫人家賣車 車不是你的名字的話 你必須要有一個委託 你就立一個很簡單的委託書 誰啊然後那個姓名啊 身份證字號啊電話啊 對不對立個委託書 你不要覺得這沒什麼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 以前是確實是常常發生過 這個事情的 第一個 老公老婆怎樣 六丸雞 差別離婚 正在分財產 非親人也可以 也可以啊 也常常有人這個 開著公司的車幫老闆來處理啊 那是可以的你只要有委託書 還有這個以前最常遇到的男女朋友 我跟你說這真的是 最多最豪的 你如果遇到那種 男朋友 信用 狀況不好啊 還渣染那種的 有沒有 來的就說 哪啊對不對 買個車我才跟載你出去玩啊 你看 如果我們現在有一台車 我們就現在這種天氣那麼冷 我們就可以上山 我就可以帶你去泡溫泉 我們就帶你 夏天帶你去看海 我信用就不好 就帶不會過 不然你幫我處理啊有沒有 女的就當車主 我跟你講那女的壓根連車都不會開 他就買了一台車 抄帶 我跟你講 你去正正當當買一台車 男的載你出去兜風那都 那都沒事 我跟你講 更笨的是什麼 男的 火童 車行 車行他朋友 處理什麼 大壯車 事故車 一台比如說20萬的車 賣 帶50萬 帶這個女的去當人頭 那台車值20幾萬而已 然後女的是不是背50幾萬的車帶 然後有一台 撲撲爛爛的車 後面這個錢 男朋友 在跟車行朋友分章 這有沒有 真的有 這就是社會 這就是人生 到最後怎樣 一定是分手嘛 到最後有沒有 車買了沒錯啊 最後是帶別人去泡溫泉 帶別人去看海 被你抓到 然後開來賣的時候 我處理我以前到現在處理很多 女孩子還不會開車 拜託朋友幫忙開來 估 我說這車 怎樣又怎樣又怎樣 你要哪裡撞到怎樣 好最後那個車可能賣10幾萬 我貸款還有4050萬 沒辦法 你要處理就是要這樣子 因為車 當初買的時候就是被帶利息 貸超高 這個 車又瑕疵 怎麼樣怎麼樣 你就算哭 你再哭 我也沒辦法 我最多 能幫你 加1萬加2萬幫你哭 可是真的沒有 他殘值就真的就是 只是這樣的東西而已 留著也沒用也沒辦法繼續開 他也不肯開 他自己也不會開 然後又拿了一筆錢 3040萬 怎樣 清貸款 因為車剩10幾萬嘛 從來哭到回去還在哭 我們以前常在弄這種東西 很多我跟你講這個真的不是只有一件兩件這個是社會每天都在發生的事情 委託書造假怎麼辦 今天委託書造假 至少我覺得啦 我自己覺得 至少 站在我們的立場 我們不是在收購贓物了 這個委託書的這個偽造 不是我們偽造的 是對方偽造 那至少我們可以確保說我是看到有委託書 我才跟他交易的 至少我們可以確定說我們是 看到委託書我們才跟他交易 我怎麼知道他委託書 是造假的 我們要自保啊 要不然我們收購贓物呢 我們沒有經過 車主的允許透過中間的我就買了呢 那法官會說你明明知道 車主不是他為什麼你還跟他買 你是不是跟他合夥的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至少有個委託書不管他是不是偽造的 但是至少到我這邊我就是 我怎麼知道他這個委託書真的假的 你要叫我怎麼去查證我怎麼知道 我不是法官啊 我不是警察啊 我就看到委託書資料 全都來 我就交易了啊 這個就是這個問題 但我知道委託書會造假 如果是買車要買媽媽的名字 媽媽沒駕照可以分級嗎 可以 有些銀行可以 但有些銀行他有要求 車主必須要有駕照 所以這不一定 請問馬自達5保值的原因在哪裡 沒有就是沒有幾個能打的 你看跟他同等級5加2的車真的沒有幾個 選項 而且當時馬自達5比較頂級的版本 他有配備6個安全氣囊甚至電動滑門 甚至循跡防滑系統都有 所以其實他的配備算是還不錯的 馬5他配備而且他有5加2 馬5我就大概這樣回答 我再接回來剛剛那個 自售 不是自己名字這件事情 好啦教大家一件事情 你常常會在網路上看到很多自售 現在FB什麼都有對不對 然後很多其實那個車都不是車主的名字 這點你要注意這我很久以前也講過了 那我在這邊因為很久沒有跟大家分享這個事情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遍 好不好 你看車你一定要看行照 第一個行照是不是這個人的名字 我們不是說 車商的車不能買 也不是說自售車不能買 我們只是覺得說 如果你車商去裝自售 那你是不是某種程度是這個車有問題 還是說 我們也遇過一些事 他店裡面都賣好的車 都賣這個沒有調表的車 都賣沒有事故的車 那問題是他收到瑕疵的車怎麼辦 叫朋友 叫業務 PO自售 在外面賣 大壯的調表車況不好的 因為為什麼在外面賣 不用負責任 賣現況 我跟大家分享過在這邊再講一次 因為剛好今天 遇到有人問這個問題 所以你自售你就要去看那個行照是他名字 然後右邊 行照的右邊都會有一個 補換照日期 你去看那個補換照日期是幾年幾月幾號 通常車商的車補換照日期一定都離現在很近 比如說今天2月23 你今天跟人家約一個自售看行照拿出來看右邊1月2號才過戶的 才補換照 行照看起來欣欣的 那你就 然後他說這我一手車 你看這個車主 女生的名字 看車是男的 可是這女生名字 這是我阿姨 那我阿姨因為他上班忙 所以這個好人 好人好人好人 載去起來 漱口都是用魚刺那種的 燕窩每天叫啥都喝的 嘴巴喝的燕窩 所以這個車他都放著沒在開 你也知道這個有錢人他沒有空處理這什麼什麼自售什麼 所以他就委託我來幫他處理 即使 他是真的幫人家處理車子 沒有錯他真的也不是車商 但是我覺得至少 他有可能是對車很了解的一個人 不是說對車很了解就不能賣車 而是我們有時候出去買車怕的是資訊不對等 他比你內行 所以他利用他的內行來虎你 我們擔心的是個事情 我今天在說的這些東西不是說自售就不能買是怎麼樣 就是說 如果你遇到那個狀況是有一點複雜的 那個車又是誰又是誰又是誰 證件我要去跟誰拿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彎彎彎彎 你們自己就要稍微有一點警覺心 不是說他車一定不好 只是你要注意 那可不可以那我去來營業一下車 我可不可以這個 跟車主通個話見個面 還是怎麼樣 對不對自己小心一點 覺得事有蹊跷就盡量不要買 我坦白話講 我坦白話講我今天是沒有這樣做 今天有沒有客人跟小隻換車車換很差有啊 車換很差的車我怎麼辦 我們也是傳給同行盤給同行丟到拍賣場去給人家 那你如果說今天我養個幾個年輕人說 去FBPO一下這個賣個3萬8隨便賣賣 不要負責任的 把它賣賣賣掉就好 有沒有可能有啊 那這個時候來行照拿出來就有可能是他三叔公 禮貝 對不對 就都來啊 這時候也不是不好啦 只是說有時候你們要避免資訊不對稱 那今天有賭鬼啊 那你們自己上網去查那個羊肉爐就知道了 那很多好不好 臭臭鍋也可以啊 比如說 我朋友在開臭臭鍋 我有一台很爛很爛的BMW 對不對 我就說這台 給你處理 賣掉 一年一半對分 比如說這台車有成本5萬 車況很差 你賣個10萬 我們一人賺2萬5 車就停在臭臭鍋的兩丁阿卡 然後你要有人約看車 你有一台那個1994年的520要賣10萬是不是 有啊有啊 請問要到哪裡看車 我告訴你 我在這個 哪裡這裡有一間 臭臭鍋 我開 臭臭鍋的 好 人就到 那邊去看那台520了 有一去 你開了 對啊我老闆啊 我跟你講 這個車 好 我很愛笑 我跟你講 我雖然你開臭臭鍋 我出去他媽 帶料備料我去菜市場我從來都不開他 你知道我在倒皮啦 共丸 那有 UMV 你看這後車廂打開 車底美容過了嘛 我從來不敢塞這台去載菜過 我媽說叫我塞這台去買菜去補貝 我隨便他比拚 我外國這台車 叫我塞這台車去菜市場載馬載菜 我有辦法 我為了這個跟我媽炒幾次 我告訴你 我這台車是什麼 你也知道 湊湊鍋 油炸鍋到紅 我根本就沒時間塞 你看那車車看多好 你看發起來 我跟他說我久不曉得 現在 發起來沒什麼順 你給我收一下就好了 怎麼 油門怎麼 怠速不太穩 我就跟你說我都不曉得 你放在這裡 你看 放到都用那一架 我是冷通哥愛 我這車 放三年不敢賣 一直六歲金 那是我媽說你現在 舊生理 車先處理到 又六歲金 不然我是不敢賣 我跟你說 這個十萬 我上天開四條鏈就開多少 我還把他倒琴雨窗 我還用什麼 花五六萬 我現在賣十萬 基本就了解 我只做生理我就不扶了 看那個 多生動 講到跟真的一樣 車我都沒有在載菜 那車根本就不是他的 那車根本就是他 車行寄給他家賣的 不好意思 我接一下電話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現在現場 剛才有一個 短生時在看 現在要過來 我等一下還要做生理 不行 我先答應陳先生 不然我等一下 我看我有你的電話 等一下我看他 不買 不買買的我才會你 好好好不要再說 那十萬我本來就是 很不敢賣 我還要計程很刷 好你先不要衝鋒 你不要衝鋒 現在現場有人在看 看到 陳先生抱歉 一直膽來 我是 答應你 今天你要等你來看 不然他今天早期就要撞來 隨便來買 說十萬塊太刷 我說這不是真的問題 我答應 黃先生 我就是要先等你來看完 你看完沒我才叫他來 大概就整個就 整套了嘛 你知道嗎你都看到真的是在賣 臭臭鍋 真的 一台車停在店門口 真的他要請你吃臭臭鍋 對不對 真的又要接電話 這搞不好也是洗好的 對不對有沒有可能 有啊 甚至我跟你講 玩更大一點 你要再看車就一個先生來了 不好意思 請問 這是不是有一台520網路貫賣 對啊 你怎麼會跑來 沒有 我就看不到10萬很刷 出現另外一個了 出現另外一個 林先生來了 我小臨 我站在那個網路看到有一台520 我看你這樣撞 這台 真漂亮 你說賣多少10萬 賣我啦 沒有 不好意思 陳先生還在考慮 陳先生還在考慮 你先等他先來 他先來 沒有啦 不然這樣11萬我來買啦 陳先生不好意思 這台車成牛 我很需要這台車 我找五二孔 找這台車我找很久 我就是要找一台漂亮的 今天 我看到我快轉來 我從新政那邊轉到這裡來 我跟你說 陳先生 你成牛啊 你這台成牛啊 你如果要考慮 你回去跟你母討論不要緊 這台車成牛啊 好不 我包一個紅包給你啦 我包一個三千塊紅包給你 你這台牛啊 牛啊 陳先生 這車 真的很便宜喔 10萬好像真的很便宜 剛剛一個打電話的 現在有一個殺到現場來 好像會買你 老闆沒有啦 這樣啦 不然這台10萬我買啦 我買買的 不要啦 我找很久的牛娃啦 我剛才跟我們沒說好 我確定要買了 我確定要買 你看 這個 我跟你講 很多啊 這個 你覺得沒有嗎 我跟你講真的有 這真的有 你不要以為我邊的我跟你講 你們真的不要以為我是邊的 我認真的 這每天都在發生啦 我跟你講 會被這種套路騙的 我跟你講 涉事衛生啦 你現在真的賣陳先生了對不對 陳先生我是真的很不甘的 他也有年紀了 這個有什麼問題你要好好照顧他 你現在回去有什麼問題你回來找他 我不是叫你要好好照顧他 我一台車我這麼捨不得都賣給你了 你為什麼不好好照顧他還把他開壞掉 我問你啦 假設站在他的立場 他賣一台這個車10萬 可以賺5萬 5萬在對分 他可以抽2萬5 你說他演這一套不划算嗎 這通告演員也沒有這麼高的收入 時間差不多了好不好 今天也這個有跟大家分享一些社會常發生的 買二手車的事情 跟大家複習一下 下次上課是不是 看大家有沒有要把這直播放到PonHub上面 幫我上傳到PonHub上面好了 不要隨隨便便當人頭幫人家買車貸款 好不好 跟朋友買車也是要注意 好不好這之前跟大家分享過了 有一些 這個所謂的懂車的同事 懂車的朋友 當你說你要買車的時候 他總是第一個跳出來 我跟你說 來來來我一個朋友 怎麼樣怎麼樣 我跟你說我一個 好兄弟換車拜拜 你不在手車 來來來來我處理就好 我處理就好 特別熱情的朋友 朋友這個 還是要 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 因為我上次也跟大家分享過 不要說二手車 在賣商品的同時 他可以衍生出來的 因為他有錢賺 有利益 所以他會有很多的手法 對不對我上次也分享過 有人用直銷式的 你介紹拉一個 下線來買車我就包一萬給你 包八千給你 你拉十個 美國回來的表哥你就賺一萬了 對不對 比如說這些東西 這是一種直銷做法 或者是今天分享這些自售的做法 那只是說 不是說這些都不能買 朋友介紹就不能買 你要適度的去懷疑 不要太相信 我跟你講人就是這樣 我當初那麼相信他 我當初這麼相信的朋友才買的 我當初這麼相信 這個 只有在分手的時候會講這句話 當初這麼愛你 我對你那麼好 我這麼相信你 有沒有 講那個沒有用 你自己還是要有一點點的警覺心 小師的直播多看 你就會知道 比較不容易重計 好不好 大家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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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